好,那我现在呢,做完这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预览我可以关掉了 要请各位做一件事哦 现在这个表单 现在我们制作好的这个表单 没有跟我们刚刚的四算表绑在一起 这个表单是怎么来的 这个表单是不是我刚刚在四算表里面 我就输入工具底下制作表单 好,那所以这个地方请你应该要把这个回复 就是别人 我刚刚是不是做了一个四算表 希望结合到这一个表单 这我做完了 可是请问一下 如果别人回答问题 回答问题 我是不是希望把那回答的结果 放回去到四算表 这件事我还没有做哦 所以这件事不要忘记了 通常最会忘记的只有这件事而已 就是别人填完的资料是不是要放回去四算表 我们刚刚没设嘛 对不对 好,在这里 请问一下 你去看这样子一个内容 这样子有一个年线坐隔壁 我就可以问他 今天没有坐隔壁 你看这里面我要点什么 是不是就看来看去就只有这个点点点 那猜猜看这是什么 这就是那些统计图表 这就是那些统计图表 就是填完问卷 你是不是要去看那个 例如说赞成有几位 例如说那个 零到55岁有几位 对不对 你要去看那个结果 就是看他 也没了 好,点他 然后接下来 选取回忆目的地 就是我今天别人填完资料 是不是要传回去我的四算表 就在做这件事 好,所以我点他 然后接下来 一定要选到这一个 就是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记得做 可以吗 其实就做完建立之后 好了 也就是回忆 我们也设好了 回忆 因为别人会填完资料 你总要有一个接收的 像Excel那种地方设完了 是不是都很简单 好,接下来 那我们来去看 App的部分 第一 这边我们已经看完了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外挂程式 好 这边 这边一个叫做调色盘 预览 我想这两个应该 我全部都做了一遍给你们看 这个叫设定 设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今天 当你今天你做这个问卷 问卷给对方的时候 对方呢 要不要去跟他要到那个Gmail 如果你这边打钩 他就一定要登入 他就一定要登入了 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这个是安全性的问题 好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说 如果说你建立了一个App呢 让别人输入资料 他还要填很多资料 他会不愿意帮你填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个问卷 不记名问卷 可能在座有一半的人会愿意帮忙填 可是如果 如果我们今天说 规定大家要填 而且记名 你可能收集不到真实的资料 好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看你要收集资料的 就是困难度 还有真实性 自己来去做一个考量 还有在这个地方要不要登入 因为呢 因为预防灌水 预防灌水 就靠这一招 但是你要知道说 我们希望收集他的身高体重 我们不希望他只输一次 我们会希望他输入每天输入一次 对不对 每天输入一到两次最好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边就不能够仅限回复一次 好 再接下来这边 你们就自己去看一下了 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 好 就不要太多的限制 我们只是为了要收集 收集资料 收集市民的资料的话 这样子一个前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